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作为当下炙手可热的寒流女性 杰西卡 郑秀妍一直都是时尚界的宠儿 除了游走在各大时尚秀场之中 杰西卡自己也是一名设计师哦 她可是一直大胆运用自己对时尚的敏锐嗅觉 引导着属于自己的西卡分伤 昨天郑秀妍现身上海 为其参与设计的时尚品牌联名系列派对活动站台造势 郑秀妍以一件简单的纯白卫衣 搭配修身款牛甲裤清爽亮相 虽说没有过多的装饰 但休闲简单中也进行武力卡皇小女人的俏皮和可爱 一瓶笑都让在场的大批粉丝们尖叫声不断 说起这次推出的联名款墨镜 武力正设计师也是非常贴心的 给大家展示了墨镜的搭配之道呢 我认为红白卫衣 因为镜头是透明的 我们用了铃铛的材料 所以我认为它很软重 很普通的 所以我认为红色会很好 以歌手身份出道到影视圈大放异彩 路径跨界做设计师也是深谙其道 在设计方面更是展现出了十足的天赋 朱丽品牌销售量是日渐提高 深受大众们的喜爱 对于此次发布联名款产品 卡皇也是异常兴奋 有艺人和设计师双重身份加持 杰西卡的时尚品位也是一级棒的 这回来到上海 除了推出自己的新款墨镜外 杰西卡还特地带来了8月9日 刚刚发行的出道10周年纪念专辑 Mindicode为了许久未见的中国粉丝 大送福利 暖心的卡皇还在专辑上签了名化了心 想来做卡皇的粉丝 真的是太羡慕了呀 有些新的级感觉 是 这些级感觉 我以为这个品牌是一个级感觉 这次的级感觉是特别是这个级感觉 在一起买凌亚 另一个级感觉是 我可能有些写的级品 因为我的新歌曲是出现的 名称是《My Decade》 歌曲名字是《Summerstorm》 希望我的粉丝也看得到那一段时间 十年真是一转眼的事情 粉丝也是陪伴了杰西卡十年之路 见证了卡皇从志气未脱的少女 蜕变成了如今事业有成能独当一灭的女强人 对于下一个十年 杰西卡也有着自己的目标哦 我接下来的年龄 我真的没有想起来 但是 我只是想成为我母亲的美女 我想成为我母亲的美女 我想成为一个尊重的人 我尊敬所有的女人 非常信心 尊敬其他女人 非常信心 所以我想成为那种人 要积木必有奇女啦 腾讯娱乐上海报道